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解这个Android Studio中这个编辑器的一些设置 我们首先先移到Genera这一项 然后我们看一下左边有哪些选项可以设置 首先第一个是鼠标相关的 那第一个呢是指它一个选择的模式 你双击以后选择的是整个变量还是变量中的单词 那这个选项呢是要配合这个SmartKey中的这个Use Common Humbers 这个选项来配合的 也就是说要这个选项要Genera中这个选项起作用 那必须是SmartKey中的必须是打勾的 默认情况下这是不打勾的啊 大家注意啊 我们打算勾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同时勾上它之后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双击之后你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双击它是不是能够识别你这个变量名中的一些单词啊 只选中这个单词啊 如果我这不勾上 它选中的是整个变量名 那这个应用场合呢 大家如果经常会对一些就是变量名的一些单词进行修改的时候 你可以启用这个选项 但通常情况下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勾选这个选项 好第二个第二个很简单 就是用Counter加Mouse能够放大缩小字体啊 那下一个呢是一个拖拖的模式 就是说你在按编辑器中是否选中之后你可以进行拖拖啊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选中这个Initial UI 然后我可以把它放到任意位置 可以拖动它 对吧 可以拖动 如果是说去掉它之后 它是不能拖拖的 这就是它这个选项的功能 然后下面是软回车 软回车呢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就是你这个 这个编辑器的本身的一个功能啊 就是说当行数达到一定长度的时候 之后起用软回车啊 就是在命令行中使用软回车啊 我们就过掉啊 然后这里呢 你这个光标是否可以放到一行的末尾 或者是说可以放到这个table中去啊 这个通常情况下 我们就按照默认的使用习惯就好了 不用去动它 然后这里呢 是稍微有一些特别之处的 是说它是为了代码的一个规范 就是说在一行的代码末尾 是否允许有空格 就通常情况下 我们比如说写了这一行代码之后 我可能后面会加几个空格 那这个使用Android Studio 在一定选项下 它会默认的会把你的后面的空格给删除掉啊 这个选项就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之前这个空格是没了 有对吧 好我现在移下来啊 然后保存一下 这空格是没了吧 对吧 它就是为了删除行为的空格啊 这里要稍微提一点的是 这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呢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Android Studio里面 有时候不太好方便去看一个API它的使用的方法 像Eclipse中 我鼠标默认 在Eclipse中它的默认设置 我鼠标移到某个API上 它能够自动的把这个API相关的文档给说出来 像Android Studio 它默认没有启用这个功能 而这个功能的设置项就在这里啊 就是说能够在鼠标悬浮的时候 能够启用的快速文档 把它勾上之后点OK 好我们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Sinecone View 移上去就达到了这个Eclipse的效果 好这是这个选项 然后这是高亮显示 第一个是对应的括号 你是不是可以高亮显示 就对应这个括号啊 这是高亮显示 那这个呢 是你选中的范围 是否高亮显示 那这个呢 是你选中的元素 是否相关的 这个元素的所有的引用 是否高亮显示 这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 Mr.VU选中它 然后其他的 都是这种高亮显示出来 好 然后这些通知啊 你在你格式化大马的时候 是否谈通知 这里没什么说的啊 这是平滑移动 这一般没有用到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 这个快捷操作 这个重构的 一个快捷操作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是否启用 就是一个与上下文相关的 一个重构的 一个快捷键 AltrCtrl加C 我现在打开这个模式 然后呢 移动到 比如说我这里写个30 然后呢 我可能会需要 对它进行重构 那么选中它 按住CtrlAltr加C 它就会谈 默认的弹出来 你重构方式 就变成重名名 它就会根据你的上下文 你的需要来让你选择一个 可以重构的一个方式 那除此 如果是说你没有开启这个选项呢 你当然也可以使用右键的方式 右键 然后有一个refactory 然后里面去做 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进行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项呢 是你在重构重名名的时候 它的就是原来的名字 是不是存在一个选中状态 然后第三个是 弹一个对话框 局部变量 弹一个对话框 这下面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 这里是设置你剪贴板的一个数量 当然这个数量越多 你可以使用的历史记录越大 但是同样它会消耗内存 这里如果你不是经常使用粘贴的话 你可以默认 如果你使用的比较多 你可以把设置成10 甚至更高 那这个是怎么个用法呢 通常请教我们知道 Windows粘贴板 它其实只有一块 对吧 当你有新的东西粘贴上去的时候 旧东西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这个Android Studio 对这一块做了一些优化 它可以粘贴一些历史数据 比如我现在先选中这一行 我把它复制 好 现在我剪贴板是这一行 对吧 然后我又复制了这一行 同时我也复制了这一行 那还有呢 我再复制这一行 我现在复制了四行 第五行上 第六行 好 这个时候 我最后复制了这一行 对吧 如果是我要粘贴这一行呢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需要重新复制啊 不需要 我们用Country Shift加V 呼出一个最近的一个粘贴的历史记录 对话块 然后里面选择 你之前的这一个语句就OK了 这样是非常快 对吧 这也是有这个Android Studio对剪贴板的一个优化 刚说的一个剪贴板 然后这里是最近打开的文件的一个个数 这就是在最近 这个是最近文件打开的一个限制 这是控制栏里面能够记录多少你用过的命令 能够用上下箭头给它呼出回来 好 这里呢 是一个拷贝的一个格式的一个定义 它勾上它之后呢 就是说我默认拷贝 我是可以把这里面的一些色彩一些样式给拷贝出去 比如我现在拷贝到Word里面去 好 它是不是把我整行的格式给拷出来了 对吧 那如果是说我不想要这个效果呢 这里点鼠标右键 这里有个Copy at Plant Text 就是它拷贝纯文本 然后拷贝过去 这就是一个纯文本的 这就是它拷贝的一个设置 好 下面是样式的设置 这个一般不去碰它 好 这个这边是颜色和字体的设置 这边就选讲一下 首先呢 这个颜色字体设置 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Scammer 对吧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 默认的 都可以 这也是比如说我选择这个Default 好 它这个编辑器变白了 比如说它是编辑器的主题的设置是和你这个整体的主题设置 它可以分开设置的 如果黑色的 如果黑色的 那它就是黑色的 这是随意 然后这里同样的这个Font 你可以设置自己的自己喜欢的一些Font颜色 注意啊 注意啊 这个地方 你在使用默认的时候 你是不能修改下面的 只有当你自定义一个把当前的名当前的这个Scammer重新定义一个自己的之后 然后你才能够修改在下面的那些字体 好 这些是一些样式的定义 颜色的定义 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定义 这些也是一些语法的一些定义 你喜欢什么颜色 用什么颜色 好 有人会说到 问到啊 这个Eclipse LogCat是颜色比较好看 Android Studio的色彩好像比较单调 这怎么办呢 你这个可以 这里我们看一看 这里你可以按照Eclipse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设置 比如Warning 我用Warning 我是用橘黄色 对吧 如果是Error 是这个红色 不错 这个才是Warning Warning我是用橘黄色 对吧 然后Info呢 是蓝色 蓝色 比较难看 蓝色 然后这个Error呢 毫无疑问 我需要它红色 红着 红着 对吧 这就Error了 都可以自己去配 这是LogCat的设置 好 这里有个CodeStyle CodeStyle呢 这里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是用 用系统的或者乳锅的 当然 这个一般是一个项目组 统一一个这个CodeStyle的方式 我们应该在这些设置 接结设 这个CodeStyle 但是 感谢观看